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北京时间1月7日,凌晨3045分,英格兰联赛杯半决赛的一场比赛,在曼世双雄之间展开。 曼联坐镇主场迎战曼城队,最终曼城,反客为主。 以2比0的比分完胜曼联队,昂首挺进,联赛杯决赛,将与热刺队争夺最后的冠军。 近期曼联和曼城的战绩都不错,在英超积分榜上,曼联队积33分排名第二位,仅次于积分相同的利物浦队。 曼城队少赛二场的情况下,积29分排名第五位。 比赛刚刚开始,两分钟,斯通斯乌龙球,但是拉伸福德,已经越位在先。 第四分钟,经多安的进球,同样应越位,在先被取消。 第24分钟,福登破门,同样应越位被取消。 上半场结束,双方战成,0至0平。 下半场一边再战。 第49分钟,曼城队前场任意球,斯通斯门前,用身体将球碰入球门。 场上僵局被打破,曼城1比0领先。 第82分钟,曼城队再下一场,费尔南迪尼奥一脚,远射破门得分。 曼城2-0。 全场比赛结束,曼城获得了本场焦点大战的胜利。 近期曼联队,在英超中的表现,可谓气质如虹。 8胜2平,连续10场不败。 但在遇到曼城后,曼联顿时现了原形。 赛后接受媒体采访时,所帅双眼无光。 神情绝望,他表示,两个定位球丢球,令人失望。 半决赛的球队,都是强队,但曼城可能是整个英格兰最佳球队。 数据显示,索尔斯克亚,执教下的曼联队,已经四次止步悲赛的半决赛。 虽然本赛季,曼联成绩起人,但不擅长打破仗的特点,一点没变。 知名足球评论员,詹俊表示,所帅比瓜迪奥拉的整体执教实力上,还是要差一点。 当费尔南迪尼奥,远设锁定胜局后,曼城队沸腾了。 场边的瓜迪奥拉高举双拳怒吼,拍翻了天。 与所帅的曼联四次,倒在半决赛不同,瓜迪奥拉率领曼城队,已经连续四年,闯入联赛杯决赛。 决赛将在曼城和热刺之间展开,两位伟大的主帅,穆里尼奥和瓜迪奥拉,将同场一决高响。 这样的场面,想想就令人激动,不过球迷们要想看到,这场巅峰对决,还得耐心等一等。 4月25日,联赛杯决赛将在温布里大球场打响,究竟鹿死水手,让我们拭目以待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